你为何阻止我 选其他人 微臣 你从前心中对我有愧 对付二十岁的裴文轩 出六成功力 臭臭有余 办了办了 稍微让着他一些吧 留他几分面子 十八岁的李儿 棋还臭得很 不过他灌辣就交纵 又是桂林金怪 他这套路 怎么跟三十八岁是一样 怎么 他这棋风 跟四十岁是一样 李荣虽然看上去是个交纵的 但其实形势十分有账法 他不会无缘无故找人麻烦 可我与李荣初次见面 他却当着肃荣卿的面羞辱我 来人 给我扔下去 是是 殿下 从前 十八岁的李荣不当是这样 记得二十岁的裴文轩 多少待了几分年少青涩 成婚那日虽然面上还算镇定 但从眼里看得出来 他早就慌乱了 公主殿下 可如今裴文轩见了我 岂止是不慌不忙 简直是一副老熟人的模样 这棋局竟是从前 我与他吩咐前下过的最后一盘 没有下完的棋 那盘没下完的棋 是死局 微臣只是不想让殿下 因为一时冲动而毁了自己前程 难怪他现今敢这么跟本宫叫板对峙 难怪他知道我吃举人 能回出红尘 要么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要么 要么 就是渡户老师 如此 一切都说得通了 此前李柔恨透了 上一次就是他下令杀的我 眼下还能耐着心思不立刻杀死我 的确认知已尽 还好此生我并不打算与他再做纠缠 本宫再问你一次 你为何阻止我 选其他人 微臣 微臣 与你从今心中对我有愧 鬼 我 是